超症检查它可以应用于人体的哪些部位呢 应用的非常广泛 可以说是从头到脚 比如说头部我们可以看眼睛 可以看面部 可以看河下腺 然后到了颈部看甲状腺 然后胸部 前表器官 包括乳腺 腹部呢 肝 胆 脾 肾 胃 胃 胃肠道 以及盆腔 包括子宫腹腱 还有前连腺 膀胱等等 都是能够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扫茶 其中有包括我们的四肢 血管等等 只要就是肺胸这块在常规的时候 和骨头常规的时候 是不太容易扫茶满意的 其他基本都可以检查 超症它可以诊断什么样的疾病呢 超症在疾病诊断的方面可以说 首先它是减出站位性的病变 看看识别一下正常的组织的回声反射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基础上呢 寻找病变 能够发现它新长出来的这种站位性的病变 另外呢 就是这个组织器官 正常的结构以外 有没有异常的这种回声的反射 来判断它是不是有弥漫性的病变 比如说有没有弥漫性的肝炎啊 肝纤维化啊 肝硬化啊等等 这种弥漫性的病变 像您说的这个专业名词啊 什么是站位性病变 什么是弥漫性病变呢 站位性病变就指原来没有 在正常组织之外 额外长出了一个异常的东西 它是一个达到了一个 占据了原来正常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有可能是良性的 也有可能是恶性的 会根据不同的表现 我们来进行一个生象图上的判断 弥漫性的病变呢 就指在原来这个脏器的基础上 它并没有明显的有一个站位 长出异常的东西 但是整个这个脏器 它是有了一个病变了 比如说我们的乔本式甲状腺炎 还有雅极性甲状腺炎 在甲状腺腺体里边 整个的腺体都被炎性胞 淋巴细胞所浸润 所以它表现出一个花斑状的 不均匀的 低回升的这种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